中央推行扩大急难纾困实施方案 照顾生计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的民众 为了便利市民快速申请 市长韩国瑜前往三名区公所视察时宣布 纾困作业受理流程要遵守 认定从宽资料从检发送从塑的三大原则 行政院扩大急难纾困实施方案 已推出最忙的莫过于各地区公所的工作人员 三名区公所光是一天就涌入上千位民众询问及申请 区长来美征赶紧采取分流方式 从资格咨询文件填写到申办纾困 分座两个楼层借此疏散人潮 而市长韩国瑜7号下午也到场视察民众申办状况 对于区公所采取分流做法表示肯定 这样的一个办法非常的聪明 他把不了解状况的跟实际要申请的把它分流了 让不了解的如何纾困的群众能够先坐在这里听 三名区公所派出人来先做一个讲解 了解之后 证件齐备的立刻从四楼到另外一个地方五楼 来办理具体的登记 然后查核完毕 我们八天之内设理完毕 八天之内我们就发这个纾困的专案的经费 那过去可能还没有想到用这种方式 所以看到三名区蓝区长真的非常的感谢 还有三名区的同仁 这段时间每一个区公所的同仁工作压力都非常的巨大 韩国瑜表示 市府遵照卫福部的指示 采取认定从宽 资料从检及发放从述三大原则 对三名区公所采取分流方式 让民众迅速完成申办 而未来也将扩及到全市38区 三名区非常的用心 特别把民众的询问跟民众的受理来做分流 所以让整个秩序能够井然有序 也让申请的民众能够得到他应该知道的答案 是不是符合条件 所以市长非常肯定 我们也会把它推广到我们各个行政区 让整个作业流程能够更顺畅 缩短民众申请的时间 让民众得到最应该得到时效的一个支柱 那再符合我们纾困的精神 一天因为刚得到资讯 所以那天下午涌进了600多人 第二天大概将近千人 第三天也是千人 今天第四天嘛 昨天一千当近1500人 今天 人力调度我们就是除了社会课原有的人力 然后临时人力 再加上我们每一个课室都抽派两个人 还有加上所有理干事来轮 全部投入 区长表示连续几天下来来到三名区公所 申办急难纾困的人数 天天几乎突破1000人 区公所除了社会科全体同仁投入之外 各科室也协助人力支援 未来希望市民能够配合公所 系列相关证件完成资料填写 一旦申请完毕 市府也会尽速审核 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拨款 接着物品语言王思武高雄报道